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开始安装和使用WPML 教程演示用的版本是3.8.4 先说一下准备工作 第一,需要一个WordPress网站 因为WPML只支持WordPress 它是一个WordPress的插件 比如,这个网站现在已经安装了Avada主题 并且安装了Demo演示 这个网站是如何做到的 请看我们的Avada教程 第二,还需要一个WPML的主插件 可以从教程服送的网盘上下载 第三,WPML的网址授权那个Key 购买此教程的同学请联系我授权 上面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我们来安装和配置WPML 第一,是在WordPress后台插件列表里 安装插件 选择WordPress的主程序安装 顺便提一下 WPML推荐的是Linux主机 不推荐Windows主机 第二,在安装完成之后 配置WPML 这个配置需要详细说一下 先设置当前的网站内容是什么语言 我们先设置成简体中文 然后下一步 选择要翻译的语言 除了简体中文以外 还要做哪几种语言 为了演示方便 在这里只选择英语 也就是一个中英双语的网站 以后可以随时添加其他语种 然后是设置语言切换器 这个语言切换器就是那个多个小国旗 用来切换语种 默认主语言和翻译的多语言 不建议选择跳过语言 如果没有多语言版本的页面或者文章 不会显示国旗 就好像没有安装插件一样 会有这种错觉 这个问题课程后面还会讲到 最后一项是注册 注册填写正版的那个key 一个网站对应着一个key 当时在授权的时候 会需要这个网站的网址 给网址分配key 授权之后 在wpml的主界面会有两个提示 提示安装翻译管理插件 和字符串翻译插件 这两个插件都是挺重要的 特别是字符串翻译插件 但是我们现在不安装 课程后期用到的时候再装 wpml除了主插件以外 还有很多可选插件 切记不要安装太多 会导致网站变慢 我们根据需要来安装 顺便说个题外话 这个avata主题的网站主菜单 没有勾选 先处理一下 在wpml设置界面 有个语言选择器的选项 这个刚才配置的时候说过了 下面几个是语言选择器出现的位置 比如说是菜单 小工具 页角 都可以显示这个语言切换器 常用的还是菜单后面出现语言选择器 找到语言选择器菜单 默认是空的 需要添加一个 选择wordpress菜单 然后再选择位置 语言列表 勾选那个国旗和最后一个当前语言 保存 这样网站前台菜单 后面就会出现这个语言切换器了 菜单太长会换到第二行 回到后台 编辑这个切换器菜单 去掉母语的名称和当前语言的名称 这样只保留国旗 不显示文字 会让语言切换器变短一些 因为现在首页只有主语言 还没有翻译其他语言 所以说 跳转到其他语言会显示404的错误 语言URL选项 兼容性最好的是那个动态的形式 带温号的那个 或者是带目录的 我们推荐带目录的形式 页角出现语言切换器是怎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设置 大家可以自己体会 WPML安装和配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可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抢